嗨,欢迎回到九九的频道 那我刚才又看到一则新闻 就是说亚马逊他会对 一万多个脸书群的群主 发起诉讼 那为什么要发起诉讼呢 就是因为这些人在脸书上面 创建了刷单群 而且就是运营的还不错 他们会到处去发广告 说我们要招聘人员 你就在家里面轻松 月入多少多少 然后其实呢就是 让你去帮他们的产品去刷好评的 那亚马逊说呢 他们已经向Facebook举报了 一万多个这样子的脸书群组啊 但是呢脸书好像只处理了一半 其他的还在审核当中 那亚马逊就表示说 其中有一个团体在脸书上面呢 已经有四万三千多个团员了 就是这个是非常大规模的一个刷单群啊 我就在想亚马逊是不是告错人了 因为这些群主其实应该也没啥钱 他不应该要去告脸书或者meta吗 那大公司告大公司 我们才有好戏看嘛 他告这些小的群主有什么用呢 一是群主也没什么钱呢 那脸书肯定比这些群主有钱吧 而且你想想脸书 他的广告那么有针对性 推送的都是你搜过的东西 他能不知道这些群主在经营刷单群吗 他肯定就是算一算他就知道了呀 我突然想到了我的一个好姐妹 她其实是在几个月前被杀猪盘骗了18万美金啊 当时她跟这个双眼号男朋友聊天的时候呢 我还有劝过她 就是说你要小心现在有这种情况 她就说啊没有问题的 她曾经借过给我钱 然后我都把那个钱还给她了 然后我就说在哪个网站 然后这个网站发过来 我看一看不对劲 但是我当时 我其实应该就是更努力的去劝阻她 但是她好像已经是投了很多钱进去了 所以呢 我也不太好说什么了 她当时是现在里面的 而且爱情是盲目的 所以就是怎么劝都没有用 等到她最终醒悟过来的时候呢 已经为时太晚了 就是当她想要把钱拿出来买房的时候 这个男朋友发来一条微信说 我得COVID死了 想说人都死了还能发微信 这也太诡异了吧 那当时呢 她还发了一堆照片给我看 就是这个男的的确长得还挺帅的 而且那个肌肉练的都挺健壮 什么腹肌啊 二头肌三头肌 那我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的照片吧 就是的确是挺阳光 就是老阿姨看了真的可能会流口水 而说到这张照片 我就跟她说 其实你把照片放大的话 你能看到她的那个毛发 就是她这个地方像是 把这个人的影子给抓图 抓出来之后 再把它劈到这张图上面去的 所以当时她一看好像也是啊 你看这里的颜色 跟后面云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其他有可能是杀猪盘的 如果不是的话告诉我啊 一般来讲呢 这杀猪盘有什么 就是共同点呢 就是各种的高大上的玩儿 然后呢也不用工作 但是都是什么老总级别的 然后都是在名校毕业 然后在 哇还有这个什么市场负责人啊 然后多伦多大学啊 然后就是长得还都挺帅的 一般都有特别好的这种 就是座右鸣啊 外向是生活所趋 孤独是自我享受 就感觉好像长那么帅 还那么孤独 谁信呢 然后呢 你看这些都是啊 此生若得 安稳幸福 谁愿意颠沛流离 我的天啊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啊 你看这些啊 只有登上山顶才能看见那边的风光 然后看都说人生最美好的相遇 我怎么就遇不到一个美好的 这有些是有些不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啊 每一次迷失自己 都是为了坚定的找到方向 再来一个 我生活在没有你的城市 尽管如此 我还是用各种方式 关注你的生活 一路人的身份 多心酸 你的喜怒哀乐 全不是为我 就给人感觉特别孤独 然后再来些健身照 美男照 各种美照 生命中的不起而遇 都是你努力中的惊喜 哇 我觉得他们这个文案 实在写太好了 若是今朝同林雪 此生也算共白头 谁要游戏人生 他就一事无成 谁不能主宰 自己永远是一个奴隶 这些可能都是我们路人的照片啊 只不过就是被人家去盗取了 他社交媒体的照片 然后就建了一个假的号 然后呢 用这些人的照片来骗取钱财 太多了 然后一般都是发这种 你看肌肉照 这些可能都是路人啊 但是他们的照片很有可能是被这些杀猪盘给盗取了 雪海乌鸦 只有不断学习才能提升自己 这实在是 这文案到底谁写的呀 太厉害了 你看这个就是一模一样的 这百分之百是杀猪盘 然后他们都经常po一些酒啊 好吃的食物啊 就感觉好像不用工作的 我是觉得真正的这种成功人士啊 根本都没时间出来 就算有时间吧 他也不会特地去为这种事情拍张照 然后发到朋友圈 我觉得就有点过了 那杀猪盘就是用这个男的照片来骗我朋友的 老阿姨看了也会流下口水的这种 当然他也打电话报警了 但是呢警察说他们不受理 因为这是网络犯罪 所以他要去网站上面去填表 然后填了表之后就死沉大海了 我那个姐妹呢 也不太介意说把这个事情就是告诉大家 因为他希望不要再有人受害 就是经历他这种痛苦了 然后他就把这个男的照片都发出来 发给他所有的朋友看 说只要你见到这个男的的话 你就知道这就是个杀猪盘 肯定是个假人 然后陆陆续续呢 他的这些朋友就在脸书上面 Instagram上面 其他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面 就看到这个男的的账号 至少有几百个 那脸书是最严重的那一个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 就是每天都有一个杀猪盘来加我 就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 然后我都是直接不理的 那其中呢也有长的就是跟骗我这个闺蜜的杀猪盘的这个人的样子 一模一样的账号 我那个姐妹也很气愤 于是她就去脸书举报这些账号 举报了至少几十个 结果她得到脸书的回应是相当令人失望的 那脸书的回应就是 我直接截屏了那个姐妹 她在得到脸书回应之后 她在脸书上的po文吧 They think the fake profiles does not harm the community and not a threat 也就是Facebook她觉得说 这些人她不会伤害整个社群 也不是一个威胁 所以不予处理 然后这姐妹一听更气了 于是就在脸书上发了一篇文章 就说你这个脸书你怎么能这个样子 就是你在助长杀猪盘的迅速增长 然后我这个闺蜜在投诉信息上面呢 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 就是说她曾经被跟这个男的长的一模一样的账号 骗了18万美金 希望脸书能够把这些长的跟这个人一模一样的账号 全部都取消 而且她已经是列举了无数个账号 是一模一样的人 都是这个帅哥 结果脸书的回复就是说 我无法证明这个人曾经做过欺骗 所以我没有办法把这个号给删除 那很显然呢 脸书对于这些杀猪盘的态度就是 不管你们自由发展 感觉就是越多越好 这样的话我的用户数量才比较多嘛 我的估值才比较高 那我又突然想到了 好像这个跟那个推特跟老马那个案子也能扯上关系 就是虚假用户肯定高于5% 那再回到亚马逊告脸书群主这边 我就觉得说亚马逊真的告错人了 他不应该告这些群主的 要想想到底是谁任由他们的发展 做事不理就是这些平台嘛 这些平台根本没有对他自己的用户做一些监管 就是任由这些杀猪盘就蔓延在所有的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上面 我是觉得在美国尤其在加州 自由是有 但是呢他的监管真的不到位 就是政府该管的地方呢不管 然后不该管的地方呢又管得很严 就好像我们卡车业主 这个AB5反案出来就是不能有这个独立经销商 就是杀了大家的美国梦 然后呢又不管这些杀猪盘 对这种大企业啊就是没有立规矩 对这整个社会有危害的而且是巨大的危害 他不管 他就管这些 在争争长长 兢兢业业 正在努力工作的业主跟司机们 这也是我收到的一些杀猪盘的信息啊 就特别不走心 写的前世500次回眸 换今生一次擦肩而过 你我遇见真是缘分 愿我们彼此珍惜这份缘分 严世广 但是来自杨总 这个人的照片呢已经被人用烂了 所以我一看就知道他是杀猪盘 但他还走心的 他知道说我有小孩 就去Facebook看了一下我的照片 搞得我现在都不敢在社交媒体 发我小孩的照片了 包括我自己的照片我也不敢发了 因为就怕别人会盗我的照片 然后如果脸书他再继续这样子下去 不管不顾的话呢 到头来伤害的还是他自己 因为用户年度肯定就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像我就不再上脸书发照片了 其实这些杀猪盘呢都很勤奋 定时定点给你发信息 我就想说他如果有这样子的时间 跟毅力的话呢 他做啥事不行啊 干嘛要出来骗人呢 这能赚钱的正经的项目有很多 只要肯花点时间去学习的话 都能学到赚钱的方法 就比如说跟我现在合作的券商 木木 他就有一个存任意金额 送五只免费股票的薅羊毛的机会 开户存两千美金的话呢 还送你十只股票 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到这里大家都听得出来这是业配了 现在经济不太紧急 所以博主也得接点合作来增加收入 而且木木真的挺好用的 我也是靠他看盘和交易 记得要用我描述栏里面的链接 点击开货 醒咱们